那你看我们录了一整天啊 我只做了一件没有交代你们的事情 就是 您不断拍这行字 这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们会打马赛克你放心 不要这样子啦 打马赛克那多了一看 你要的太多 我刚才说你 你会有没有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创业者 一个自己一直想做新的事情 结果你的资讯对象是零 或是寂寞的 或是太忙了 还是会有啦 像康康也是 也是我不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先哥 他话还没讲我一定做好了 那就没办法 就是他话太慢 讲话太慢 对 我跟你讲真的嘛 对 因为我像我也想问 有些人的个性 我觉得电视前面观众也有这样的个性 有些人创业很足 很想做创业 可是呢都是自己做决定 没有办法去找别人制衡 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够聪明 或怎么样 到时候不见得每天都面面俱到 结果动越来越多 没有关系 成功只获得奖牌 失败却获得经验 可是到中年之后经验这么多很辛苦 失败经验这么多很辛苦 所以你看呢 少年得志大不幸嘛 你要刷一个重的 就在五十岁以后 成名当在少年时 我这都是矛盾的 这都有解释的方法 对啊 可能年轻当然你成功 如果能hold得好 那是OK的 守成不易嘛 对不对 富不过三代嘛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应付得很好 演艺圈 来的ED 学校或各方面 你觉得你没有疲于奔命 演艺公司 没有疲于奔命的感觉 自己处理都处理得很好 不会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跟关心你的小梁 虽然小梁把你节目做得不怎么样 关心你的姻配 还有电视机前面一些关心的朋友说 不要担心 宗宪 宗宪一定游刃有余 我这么讲 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不要担心他 媒体恶意栽赃的最高峰 在距离现在差不多一年前嘛 写的多可怕 我好像这个人马上要怎么样 I am here still 我还在这里啊 我做了什么 我也不做违法的事情 真心真意的去做 我喜欢的事情 可是像伟宗哥 他可能都会觉得说 可能外面 他因为有两个女儿嘛 可能会觉得 有人要追他女儿 可能想要把爸爸来看看 或什么 你会怕说 你的女儿会被欺负 或是什么的 或是遇到不好的对象 外面男人都很坏 他们很容易花心 很容易劈腿 很容易想要游小三 什么之类 会这样子吗 不会啦 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把儿孙当马牛 伟宗宪快出雨露了 对 无以路 没有这个是很实在啊 对不对 你当他的朋友 容易接近他的生活啊 然后你处处要管他 你要对他 好像让他觉得 永远有一种 被束缚的感觉 那当然是不舒服的 对啊 所以当他的朋友 很OK的 我就跟你讲 我们家女儿 就是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在电梯里面 爸爸我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 我一定是个女人了 我说谁 我吓了一跳 我说谁 他说什么谁啊 我说 是那个第一次出炒 我就觉得很得意 他会跟爸爸商量 然后知道是怎么样 我说这个要问阿姨 问什么 就是这样 你希望你的 你现在四个孩子 三个在国外了 对 一个在读音乐 音乐班 拉小提琴 你希望你的孩子 以后在一个 我不知道是在 台湾或在什么地方 你希望孩子 在怎么样一个环境下 对啊 工作 然后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 一定要回来 我从台湾来 我回台湾去嘛 因为这个是他们生长的地方嘛 这个都没有疑问的 但只是就是说 我们这样大 努力大声的咆哮 也就是希望 这个在上位者 能够听到我们这些 这个小老百姓的一个 的说话 你这下改变的是什么 那我为什么要说呢 我也可以不要说啊 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啊 因为我们的 我的衣食父母要我说的 衣食父母就是我们所有的观众啊 他们没有像我们有摄影机 有麦克风 话语拳 对啊 所以我们应该替他们讲话啊 平常他看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掌声 让我们有广告啊 你希望这个社会 如果你有可能要去改变的话 有点话语权 你希望是怎么样的 你要改变什么 现代人就说 怎么讲呢 有时候 我就刚刚就讲 我昨天在厦门 我在路边在画电脑图 网路上传的就是 带辣妹喝咖啡嘛 这就是时代 没有办法 处伏的世界 哦真的是 出门秀 出门秀 对 真的是 出门的世界 出门的世界就来了 这个没有办法 反正这是 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大家就说 在上位者有这个力量 你一定要帮我们这些老百姓 去思维好 教育的环境 怎么可能会有人 突然间出来 对不起 我们教改失败的 那久久从 惩罚表不用背了 然后突然又用建构式的数学 到最后 现在又我们开始背了 那当中没背的这一代呢 这个是 人家说这个 呃 科政是猛于虎的 你没有办法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啊 他说 你们艺人 你自己都不用那个吗 我没有在管理众人 我是娱乐大众啊 你会从政吗 我不会 我好手好脚 我是什么样 他每次都讲这个 先生哥每次都讲这一句 骂人这样 马上不行了 这不行就会被告的 不会 谁告你啊 不过如果说 那如果 你不从政 在娱乐节目里 娱乐节目里面 也不能太讲太多 不会啊 娱乐节目不讲这个 对啊 这个谈话性节目 而且 不能在自己的节目里面讲 万一 带走的也是我 哈哈哈哈 对 但反正你们都知道我都被他引导了 我跟你讲 哈哈哈哈 艺人是台湾社会里面最可爱的一群人 错的就错嘛 错不是不是在放大镜下 是在显微镜下 谁没被砍过啊 你没有对不对 小梁帮他做了那么久的制作 对宗监也很多了解 宗监也有什么地方 你觉得是观众不太了解的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献哥他爱照顾别人 你什么时候可以不要 可以不要那么爱照顾别人 是啊 会让你带来很多麻烦 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化妆间的时候 他可能常会接到 就谁谁谁 拜托他去干嘛干嘛干嘛 可是事实上 他也许时间很满 也许他根本没空 可是碍于情面 他就想要帮忙别人 然后过完电话之后 他就坐在那边 哎 然后我就说 姓哥那你就不要答应他 喜欢做好人嘛 对 那我就说 你不要答应他会怎么样 他就说 就朋友嘛 就要帮他 没有 主要主要 因为这个是互相的 其实 呃 大家看一看 我 那么大风大浪 我是觉得 艺能界要超越我的 不 应该不会有了 我大概就是 最最大风大浪了 但是 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还是很多朋友啊 对啊 那原因很简单啊 幸运潮的第四原则 解决别人的困难 也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 我以前帮的 你们帮我一次 我就过关了嘛 嗯 应该还 还有多一些出来 哈哈哈哈 对啊 多很多哦 多很多出来 所以 但 这是一种感觉嘛 施比兽更有福啊 对不对 我如果有一天真的 小咖到要 张风起帮我 哈哈哈哈 人生经验这么多了 哈哈哈哈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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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到 艺能界 我需要张风起帮我 那我就 那你干脆就是 对不对 自我了断算了 是是是 我说你人生经验这么多了 就你讲的大风大浪这么多了 你觉得现在人到中年吗 中线也叫50了吗 对 叫50了 啊 49 你会自己在充实自己哪一方面 好快哦 然后在自己的大风大浪那个船 在 在这个人生的舵里面 你需要再增加什么样的能力跟力量 能力是 嗯 我找几个垫背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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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比如说你 你 你问我几岁我就哦 我比瓦宅小一岁 哈哈哈哈 我真的小了一岁 最后想问 宗憲一个问题 就说 最近 我们知道凤飞飞走了吗哈 凤姐走 哎 哎 你这什么 我想问你说 因为很多人在讲 说哎 以前在凤飞飞那个时代 这个单纯的演艺环境是非常好的 给观众东西也是非常健康的 上进的等等等等 现在整个娱乐圈 这个环境的改变 你觉得众节目 或者娱乐性节目 真的像洪水猛兽一样吗 像最近 要有计划的 要有计划的去 把这个软实力发扬光大了 而不是让大家一盘散沙的打 打到最后就是 搞到最后本来可以 可以那个discussion出去的节目 也都慢慢越来越少 对不对 现在在内地 可以看了康熙来了 那个你猜你猜猜 两个都你的节目 哎呦大哥 应该是太厉害了 还OK 要做一些整合 对要稍微整合一下 我觉得观产学这方面 还很长的路 对 然后内心真的不要那么多族群 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相爱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去帮助 后来我就跟我们刚刚在聊 杰伦也是一样 他也帮我赚了大钱 这互相的 但我们真心真意的去帮 鸭子 我也真心真意的帮他 这件事情完之后 很多人说演艺圈 演艺圈 比如说我那天看名嘴讲 这个名嘴也是 也自己也知道了很多娱乐新闻 也是一样 他说演艺圈很多都是欺善怕恶的 演艺圈都是光鲜亮丽的外表的强势 真的真的 艺人是台湾社会里面最可爱的一群人 他做了什么 错的就错嘛 错不是在放大镜下 是在显微镜下 谁没被砍过啊 你没有对不对 不够大跑 显哥谁要这个啊 国家有帮我做到什么吗 缴税缴这么多的人 那国家帮你做到什么吗 帮你登报纸啊 说你被砍了 然后说被砍啊 帮你做几天一魂啊 那也不是政府单的 然后拼命污蔑你啊 说很可能是惹到黑 黑道大哥的女人啊什么 后来 就胖胖胖也出来 人家说就是砍错人了 就这样 就这样啊 有还我们一个公道吗 有机会从现在是要上上 这种新闻性节目 去跟一些名嘴啊 如果安静下来 如果比例对 比例对做一些辩论 你要那个演艺圈 组织一个辩论队 跟这个名嘴去辩论 你要找哪些成员 你有空吗 王军 你有空吗 牡羊座 有时候需要 王军是强力篮球的代表 你看他长得像是 很高人 你不要乱讲 真的很像Shake O'Neill 王军在辅仁大学 大传系打篮球的时候 是好手 很厉害 很厉害 Shake O'Neill 那又长得很像Shake O'Neill 你这个队伍要怎么凑 没有 也不是说我们在帮艺能界讲话 或什么 社会问题不是只有发生在艺人身上 艺人是更需要 以身作则 没有错 那艺人也是人啊 对不对 那艺人的标准呢 因为政治跟艺能界统统严密的监控 不对嘛 刚有提到政治管理众人的事啊 我一定要防围杜剑嘛 但艺人不一样 我们只要带给大家快乐就好啊 然后他不红不红 你不要看他他就结束啦 连选票都不用选啦 所以何必用那种 那种仇恨 那种好像非把这些人打死不可 的那种角度呢 好像这几个 上节目 然后讲些什么都是很怎么样 上了舞台 就跟上了拳击场一样 打死你都没关系 下了舞台 就跟下了拳击场一样 连一句骂都不行 名嘴我们也不要怪他 这话讲得有点厚道哦 你也不要怪他 中间被名嘴骂成这个样子 他还帮他说话 对 名嘴你也不要怪他 他的工作就是名嘴嘛 他是要充实这个版面嘛 要不然 我有一天被写了一个很糟糕 准备要告了 他先道歉 准备要告他先道歉 然后 他后来 总编辑啊 问我 啊 仙哥 啊 报纸那么大张 不写你们要写什么 有没有道理 真有道理 那么多张 不写你要写什么 就只有这些人 人生本来就像一场戏一样 我们只是在戏里面的 另外一场戏 艺能界都是一个戏 所以能够让自己开心 还蛮重要 因为你自己开心 你才可以带给大家开心嘛 拥抱群众到底是快乐的 还是辛苦的 辛苦的 但是快乐也有 当然也有啊 一体之两面嘛 凤姐那个时代 会缔造出所艺能界 非常好的典范 可是那个时代 我经历过 那个时代 媒体跟艺人之间互重 对 互相 就是媒体也经常报道艺人 怎么样辛辛苦苦长大 自己 时代不一样 努力长大 你知道清朝 现在也没有了 现在就是 清末 对不对 你初期天 清末明初那个时候啊 清末明初啊 的第一份报纸上面 写得很清楚啊 报纸的第一个要件是什么 引恶扬扇 它是一个宣传工具嘛 哎呀 那个某某人家里什么 刚好很多人帮忙他 然后所以他 引恶扬扇嘛 现在报纸只卖两两个东西啊 裸体跟尸体 这是我们最大党的名言 不过时代在变化 我觉得我们还在时代里面要走很多的路 就是慢慢来看 把你的红旗拿起来 挥一挥 再挥一挥 用力挥一挥 好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中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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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哥